一辈石台润爆湿水提醒您 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三金牌三金片 特别赞助 来 请开门 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了 一个南方人 一个北方人 平时生活中存在 许多习惯上的差异 我感觉我一直在 牵就他和包容他 但他并没有体会到我的感受 反而在更多事情上 坚持他自己的看法 尤其是在未来发展这一块 他始终要坚持回到他的家乡 我觉得未来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接受不了他 总是这么强势的状态 我们连现在矛盾都这么多 拿什么谈将来 一对即将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在这个抉择面前 他们曾经的这份感情 该如何处理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23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杰22岁来自浙江 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同学是吧应该 她比我大一姐 谈恋爱一年多是吧 对 现在要选择了是吧 对 就是她谈恋爱几个月吧 她就跟我说 毕业之后一定要跟她回山东 如果不这样的话 就不能继续下去 我是想毕业之后 先在国外读研 如果国外好的话就来国外 如果不行的话就回国内 但是我不想回山东 我就想就留在江浙货 你们在哪读书啊 在南京 为什么一定要回山东啊 现在这不 马上我大学毕业了 大四了 我也跟她聊过了 我陪你出国 然后怎么一块去 你想去的国家 想去的城市 还是上一样的学校 回来以后那你就也退一步吧 就回来以后跟我回山东 不是挺好吗 你们先出去待两年再说 干嘛这么着急 就说我一定要回山东呢 主要是现在我就马上毕业了 然后我在山东那边 我已经自己开始创业了 所以我就想着 我这边也相对稳定 能给你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 你就到时候毕业以后过来吧 不是人家不是说先出国吗 对啊我也是 那你创业这公司 他一年之后就毕业这公司 就创了一半 你就跟他出国啊 不是他们 他是就培训类的 就有老师啊什么的 他们去教 不一定 不要我在这 哎呀 现在的小孩真厉害 我特好奇 你们俩恋爱谈得好吗 就你爱他吗 挺爱的 你爱他吗 哎呀 你们俩是打算马上结婚吗 没有 我就想先谈着 然后走一步看一步 对啊 那你们俩说一年以后的事干嘛呀 但我马上毕业了 你说如果我毕业以后 他说出国 我学语言要准备两年吧 国外又要两年 只有四年 四年 如果他到最后 没确定要不要回我这儿 那我不就是这段时间就 如果是 你们现在遭遇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我们现在最大的困境 就是这个毕业以后的去留问题 你现在他不是还有一年才毕业吗 对啊 你是山东哪里啊 青岛 浙江哪里呢 宁波 你是决定要回青岛去创业了对吧 对啊 你反对他回青岛创业吗 对啊 我就想我们折中一个城市 为啥 就是我不想去山东 我觉得就我这专业在那儿发展不好 哦 你是什么专业 舞台设计 就一定要回青岛 对啊 是因为说我舍不得我的家乡 还是说在那儿 我有一份事业 两种感情都有吧 我也是独生子女啊 我也有爸妈 他们老了怎么办 我在青岛太远了 不是啊 那怎么两个人 既然已经一个南方人 一个北方人 肯定就会有这种问题啊 时间无非是飞机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问题 无非就差着一个 差着一个小时 所以 所以其实我还是想问嘛 你们俩感情真的吗 好吗 就因为我们感情真挺好 这段感情我们想一直走 我想一直走下去啊 真的好吗 真好 哦 你觉得呢 挺好的 挺好 哦 交流得好吗 交流也挺好的 你们俩分开 比如说毕业之后 男生回青岛去准备语言 同时兼顾他的创业公司 而不留在南京陪你 你放心吗 我 其实还挺放心的 放心啊 嗯 再比如说 你自己出国 男生留在青岛创业 有了事业嘛 到时候公司 我在哪开都行嘛 我在班嘛 你放心吗 我放心啊 你放心吗 我放心啊 为什么 我是觉得两个人 既然这段感情 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 就要 这种未来这种东西 我就要规划一下啊 就以后 是有很多不可抗拒的因素 我决定不了 但是我把现在 我们两个人 一起往一个好的方向走 不就行吗 什么方向呢 就以后 就是回青岛 对 你爱这个女生 你不回青岛 你跟她在一起不好吗 我去 我让她回 如果硬要做一个选择的话 你是娶她还是回青岛 你选择娶她还是回青岛吧 我选择把她娶回青岛啊 那她不去青岛嘛 生活里面就这一个选择 娶她 一 其二 回青岛 娶不了她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 真没法选 我就是想让她 跟我一起回青岛 其实还是要回青岛嘛 所以在选择回青岛 和选择她之间 你选择了回青岛嘛 其二 我问你 所谓在青岛的创业 是你自己创业 还是利用家庭的关系 在创业 就前期肯定是需要一部分 但全是我自己在做 那我再问 如果大学毕业了 不再青岛创业 在其他的城市 你能有信心创业吗 有啊 那你就在南京创业好了 但怎么说呢 还是回家相对来说 容易一些吧 实话实说了 所以我这是 也是为了给她创造一个 更好的环境 你们拿出了一个命题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个命题就是 谁来帮我判断未来怎么样 我不愿意为爱付出啊 我害怕呀 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段爱情说 多做一点点付出啊 你们俩感情好吗 我还要再问一次 就如果说我不回 他就要放一段感情 但是我不想放弃 你出国留学是为了什么 就给自己增长见识 学更多专业知识 你需要你的男人 给你那种一时无忧的生活吗 我希望我们两个一起努力 现在问题不是说 就我让他答应跟我回青岛 我只是想要这一份安全感 我就说一事吧 我们俩一起到现在 我这边该见 我都带他见了 我觉得他爸妈 我都怀疑 知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啊 我爸妈知道你啊 就他们就跟我说 如果你不想发展这段感情 你就不要再继续跟他 就是交谈下去 所以特好奇 你父母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因为 你跟你父母说什么了 就是我之前一个叔叔来南京 跟我们两个一起吃饭过 然后我父母就知道他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说 如果你不想发展这段感情 就不要跟他继续呢 就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 所以你没有安全感 对啊 你没有安全感是来自于 他还没有把你们的事情 跟他的父母认真的去说 对吧 至少在你看来 你对他完全是有安全感的 是吧 我也没有 就是说他我们一个月 就见不到几次的时候 他就可以三天了头 不回我微信 然后电话也不打 然后他每次都说 自己喝醉了 我有时候要经常回去 然后跟一些合作伙伴 然后一起吃饭啊什么的 再就是我现在 我像我前期创业资金 我又不可能全问家里啊 很多东西我需要亲一亲为 包括于学校的教室的装修啊 搬桌子地面什么 全是我自己在做 然后我找朋友过来一起帮我 人朋友过来帮我 人又不能管我要钱 然后我们就做完以后 忙完了这一天 我再请人吃个饭吧 就聊开心了 就喝了点酒 而且我也不是天天这样啊 女生除了喝酒 还有什么就是这个男一生的做法 你觉得不安全的 就之前我看到他手机 就有个异信 就是每天早上晚上跟他发 就是早安晚安这种嘛 然后我看到了 他就把手机抢过去 就骗我说 这是一个朋友 然后还有一次吧 就是那个女生过来南京看他了 他就说是他家里的一个朋友 过来看他 我又不是带学生议考吗 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 然后我就把我们这个情况 跟他说的太照顾 我有女朋友 我跟他说了这个情况 然后他就比较认可我 然后可能就多聊了几句 然后回去给他看 让他看着了 说白了就是有一个女生喜欢你呗 我也不是 喜不喜欢吧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人家喜不喜欢你啊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那你的认可从何而来啊 他认可你什么呀 他就认可我这说 就我们俩 我跟他说的这些 我说我毕业以后想回去 对啊 这女生喜欢你吗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 一个女生 每天早上给 早上和晚上都给一个男生 发微信说 早安晚安 没有 他是喜欢男人 没有这么夸张 他是喜欢男人 但你俩还有一个 情侣专用的软件呢 你都 你跟我都没有用 我拿新的软件 你就很生气 那我那个事 是不是跟你说过了 我所有东西 都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 当时 而且你说 你们两个只见了一面 然后你们两个就有合照 在那个软件上面 对啊 那那个东西 他当时是因为 他马上要出国外了 然后他微信 那个手机号不能继续用了 然后他说 能一起用个软件 那你为什么不能拒绝呢 这个事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这个样 我今天认个错 我当时已经认过错 我今天再认个错 这事就是我错了 好 所以 这就是我说 当我们对未来 有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会去 从未来找 因为我们不是神仙 对不对 对啊 对吧兄弟 我们不是神仙 我们只能从当下 和过去来找 对不对 对 说白了 在女生的心里 对男生是有不确定性的 男生在心里 也对女生有不确定性 男生的依据是说 你没有把我 认真地介绍给你的家人 女生给到的是 我们在看 我们一起去游学 如果我们好 我们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好 还有一些变量的问题 是不是女生 所以女生给出的是 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而男生是说 如果不确定 我干嘛要浪费时间呢 对吧 对 你看 所以这个 爱情还是出了问题的嘛 那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孩说 你在我未来生活的计划当中 我是要娶你做妻子的 你跟我的事业 跟我的大家庭 都是捆在一起的 但我依然不认为这是爱 你只是觉得它合适 女孩也是觉得这个男孩 只不过是在大学当中 我们没有什么考验 没有遇到什么波兰的时候 他也蛮合适啊 对吧 他高高大大的 还挺有才华的 上学的创业了 不管是用谁的钱 至少他还是努力的 那狼才女貌啊 可是爱情会那么一帆风顺吗 考验要来了 我们要毕业了 这男孩是不会因为爱你 去遵循你的意愿 跟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我不能说他 这一点就证明他不足够爱你 但至少 你得符合他的规划 所以考验来的时候 其实才能告诉我们 是不是爱 当然我认为啊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 哪怕是婚姻 有时候遇到考验 真还过不去了 不是人性有问题 就是考验的这个事情太大 但你都不加思索 不加犹豫的 所以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他 我也不觉得你很爱他 你连自己的父母 都没有告诉我 这样一个男孩的存在 甚至他把你规划成 他未来妻子 刚才这个主持人问你说 你爸妈为什么说 如果你不认真 就不要继续 很简单 你一脸写着不认真 你是你妈 你爸生的 他们了解 你对这份感情 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恒心 那样的执着 那样的认可 爸妈当然会说了 你别浪费自己青春 也别耽误人家小伙子 你要出国的话 你踏踏实实找个你们 能继续下去的 所以你一脸的 生活中没有他 你的爸妈会知道的 就他生活中 一些小细节 我就觉得很感动 感动不是爱 一个女孩子 如果说认可了一个男孩 那还是要告诉所有人的 要跟妈妈说自己的这个 哪怕你认为 还是一个羞涩的秘密 会跟你的亲人去讲的 没有没有 我家那边 就是我问过一个朋友 他也跟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也是北方人 他也在北方上学嘛 然后他也没有告诉他爸妈 就是他妈妈 但知道这个 就他们在一起了 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爸妈 他说就家长都觉得太早了 就还没有毕业 就是这样 不可能带回家去见 就是这种意思 对啊 家长觉得早 你也觉得早啊 还有 南北有多么大的差异 无非是多一个小时飞机的问题 你也不愿意妥协跟着他去那边 你也不愿意为了他的事业 有更大发展 而牺牲自己还没开始的事业 我不觉得舞台设计 去青岛就不可以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爱他 我根本没有看到你们两个 有那种学生时代 爱情的那种燃烧的热烈 你们过早的成熟的去想了 我未来的计划 那我觉得 在这个你们的阶段 其实考验来的时候 你们都被考住了 所以不够爱啊 不够爱就放手 你出你的国 将来找一个愿意回 江浙户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你回你的山东 找一个山东媳妇 孝顺父母的 符合你们山东传统的 挺好的 好 谢谢杨老师 许总 来爱情保卫战的舞台 是谁提出要来的 我 他乐意吗 他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是这样吗 我是特别想解决这个问题 是特别想解决问题 对不对 你是希望我们说服女方 能够达成你的愿望 对吧 我不是说一定要说服她 我是想看能不能老师 能帮我们出一个逐利 就两个人各退一步 怎么样 你可以各退一步吗 我中间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跟你妥协 只要你最后来听到 那还是你没有退步 你们俩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在于你 通过你的种种迹象表明 你是个极度自私 还有些大男子主义 很强势的人 你口口声声说在规划 没错 你是在规划 但是你只能规划你自己 你不能规划他人 即使你说 哎呦我已经退了一步了 我可以跟你去出国 然后回到青岛 好像貌似是你在妥协 其实不然 就连你随他去国外 也是一种规划 喝大酒 履劝不敢 根本不顾及他的感受 一次后一次道歉 道歉之后再犯 强势 我就是要安排你的生活 这是对你最好的一个回报 我是爱你的 而且最最危险 给你不安全感的是说 一旦他觉得你可能有问题 说服不了你的时候 怎么样 早安晚安的异性出现了 所以啊 你已经在开始你的计划当中的 备选方案了 所以这个女孩能跟家长说 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要带他回家 而他的家长 我相信这个女孩或多或少 一定是和家长透露过说 对你的这种不安全感的顾虑 所以他的家长才会说 如果你不认真对待这份恋情的话 就不要继续下去 你完全没有给他安全感 他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你要规划他的未来 他怎么可以 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想剥夺他这个权利吗 你太过于自私了 所以你们之间的问题啊 最大的问题在于你 而你至今 我不觉得你有什么悔改的诚意 女孩一直愁眉苦脸 对吧 你其实对于我们的 所谓的出的办法 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他的这个人本性如此 怎么能因为我们几句话 做改变呢 正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正好他毕业了嘛 你也有自己已经规划好的道路 就去走啊 如果真是感情好的话 等你回来 等他树叶有成的话 你们再可以谈啊 异地恋就是一个考验啊 考验感情好的情侣嘛 我支持你们 做一次考验 你出国 你走你的路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陈老师 你们以为你们是真心相爱 其实不过是各坏心事 你们之所以现在会进退两难 不过是在权衡利弊而已 什么叫权衡利弊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喜欢上某样东西 我又有足够的筹码 我会倾其所有去获得的 那什么情况下 我会掏腰包的时候 掏得有点迟疑 就这东西值不值 你们俩现在不就是 在考虑这个问题吗 我为这个人这么付出 值不值 他值不值得我这样去付出 所以还谈什么真心相爱呢 有多爱呢 为自己喜欢的人 去付出 那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你要真喜欢上某个人的话 你唯恐自己不能为他做点什么 你真的喜欢他的时候 你愿意把自己口袋都掏干净 把心掏出来 我就想为他做点什么 我让他舒服 我让他幸福 这叫爱 懂吗 说的那么好 我们感情很好 好在哪啊 一点不洒脱 一点没有年轻人那种燃烧的感觉 一点都没有 跟做买卖似的 你来吗 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就来青岛 不 我就不去青岛 如果要我爱你 我也有我的条件 你们俩在菜市场呢 男的个子这么高 女的也算是靓丽 怎么内心对于爱情的理解 这么浅薄 闷心自问 你们都没有那么爱对方 你们还没有遇上那个 可以让你倾其所有去拥有他的人 所以你们俩谈爱一起 不配 就对 谢谢 谢谢 爱情也一年多了 这段感情 我说实话 我是真心在付出 我也真的很在乎这一段感情 今天老师说了很多话 我也很有感触 爱情我觉得不是所谓的交易 是要两个人真的彼此相爱 我想要去付出一下 我也想让你认认真真考虑一下 我今天所说的话 我也会很认真很认真地考虑 你今天所说的话 我也会好好考虑的 说那么多道理 去不去青岛吗 就 就我希望我们两个 都能为对方哭出 回吧两位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你们去磨吧 就是别考虑那么多了 爱的时候就好好爱吧 反正你们年轻嘛 好好的磨合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有请 就这姑娘 从开场到现在 连个笑脸都没有 即使这个男生这么出来 他也没笑过 哎 有一种爱情 叫冷冷地谈 本节目礼品是由 伊贝斯提供的 保时捷专享套 在伊贝斯保时捷期间 加一元多一套 本栏目的礼品由 天天喝天天美的 玉枝灵 济石燕窝提供 接下来我们见证一下 属于你们的浪漫吧 来 各位请见证 就这特浪漫的 这么一幕 在你们俩的这个演绎下 我觉得 来吧 所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你不要流泪 是吧 那事事这么说的 我要说的是 假如你欺骗了生活 你千万不要后悔 你因为人生是你们自己的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